元旦连续假期台东涌现出了车潮 南回公路拓宽工程虽然暂停施工 但是如大鸟路段道路缩减 多辆车站有大批游客到访 路段较为拥塞 大乌警分局也呼吁民众要耐心的驾驶 而且不要违规停车 警方将会加强的取缔 南回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 都是趁着元旦假期出游的民众 而南回公路正在进行道路拖宽 及铁路电气化等工程 部分路段道路缩减 加上不少民众游多辆车站 会临停在道路的两旁 警方表示这些路段都会比较拥塞 次元旦假期从10月28日到元月1日共计4天 南回公路北上车道在大鸟路口 台九线432.5K 为车道缩减路段 请各位驾驶朋友 如果遇到北上车潮大声时 请耐心驾驶 在多辆火车站 本次假期也吸引许多观光人潮 请各位驾驶朋友依序停车 切勿占用车道停车 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 耐心驾驶 不要违规停车 强调将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 记得潘秋海泰马里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